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傻憨憨丙姑娘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刚才我对着 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半天后来发现 我开的不是录像功能而是拍照功能 所以说也就是说我刚刚只是咔嚓拍了张照片 然后我就开始巴巴的讲这个 讲了半天并没有录进去 从头再来过吧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白金的小流星 这个应该B站也有很多人开箱了 就是长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试管状的一个包装 这个试管还是挺有意思的 如果他带卖试管的话 我大概会考虑带买一下试管 不过呢他这个笔放在里边的时候 如果说他里边能够加一个固定的东西 比方说放一个那种海绵那种泡沫塑料 中间抠个窟窿可能好一点 因为不然的话他会在那边不停的咣当咣当来回晃 就导致他的表面上其实是有那么一些毛痕的 透明款可能看着并不是很明显啊 这个是刚刚在嘚不嘚的时候 已经把墨囊怼进去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他的 就是说擦的不是很干净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这个都有的问题 就是透明款会比较明显 他里边会有一些灰没有擦掉 所以说看上去会有点脏 还好啦那么就拿这个透明示范来讲一下这个小流星吧 小流星这个笔呢他比较 他自己官方的那个图上写的特色就是 白金的当家这个七密装置 就是防干尖的这个装置 就是这个东西 他搭载到了这个非常便宜的29块钱的新笔上 放大一点 能不能看到里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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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套 带弹簧的这个套 然后你把笔怼进去的时候 能看到他会压一下 然后就就miss了 嗯 相对来说确实是 能看出来这款笔肯定是对标的就是白乐的这个笑脸嘛 白乐笑脸确实是比较容易干尖 不过也还好啦 如果说你平时用的比较多的话 这个问题倒是很OK 那么 从长相上来对比一下吧 这两款真的长得非常像啊 定位什么的 价位什么的 也是属于同一个价位段 然后来来竞争的产品 呃我之前也经常说 我说这个在群里面说 我之前经常在群里面说 我说这个百元以下的钢笔的话 你要说性价比最好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白乐的这个笑脸 那么白金新出了这款之后呢 算是有了一个竞争对手吧 你也不能说直接就就替代他了 因为刚才在在对比的过程中 还是有一些就是各有所长吧 呃整笔的整笔的这个对比呢 就是白金的这个小流星会稍微长一点 然后呢 在他的 笔尖上就是这个非常诱人的小星星 呃我个人是对这种笔尖上的小星星 比较没有抵抗力的 像是小王子啊 笔尖上那个小星星 老王子啊 笔尖上那个小星星 就顿时戳到了我 包括 那个万宝楼那款 就只能用墨囊那个小不点 那个 呃笔尖也是小星星 也都非常戳我 所以说我是对小星星这个元素 没有抵抗力的 呃 但是你要刨开这个元素看呢 那就 啊 这就是个笔尖嘛 笔尖用的是原先那个PPQ200还是300 就是反正那个系列的尖是一样的 然后我看到他这个盒子上 他这个试管上面写的是 产地是上海白金质笔有限公司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便宜的这几款笔 应该是在呃 白金上海的那家公司做的 呃 我之前其实不太确定那个PPQ 到底是不是国内产的 因为我之前 只知道说白金是把他的那个 美人字笔啊 然后那些呃 毛笔啊 那些软笔啊 那些东西放在这个国内产 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钢笔里边 这个低端系列 有没有放在国内产 现在就是明确了 他这个确实是上海那个 上海白金产的 然后呢 在笔形上来看 就是这两款笔都是用 六零形的这个笔身来防止滚动 但是 卡古诺因为他本身是个圆角的 所以说如果你在不盖帽的情况下 他这个玩意还是很容易滚的 那白金呢 在不盖帽的情况下呢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滚 但是 但是卡古诺上面有这个小啾啾 有这个小啾啾的情况下 他这个就滚不动了 这个就是 就不太能滚得动了 呃 所以说这个算是半斤八两吧 他俩 只要你不是桌子倾斜的特别夸张 那么你还是能 能够那个什么 就是 就是这两款都OK了 他这一次的这个笔呢 还有一个 作为宣传的点是 他的笔尖 比较好拆 哎 因为我这个已经上了墨水了 真的是很很淡疼 我应该先拆完之后再上墨水了 但是没办法呀 傻了呀 刚才录的时候 哎 伤心的往事 傻憨憨 拿一个新的这个 蓝色的来来看吧 不 就这样 他当时那个 我看到那个 那个新品资料里面写的是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洗 嗯 并且当时我看的那个新品资料 是觉得他的笔卧是能够拆下来的 就他笔卧里边的毛细 是可以拆下来的 实际上确实是可以拆下来 但是没有那么好拆 如果是正常家里边 没有那些奇怪怪的道具的话 应该是不太好拆的 所以说这这部分就 就算了吧 就省了吧 呃 他这个玩意儿还是跟 那个什么一样包拆 所以就是说 在洗笔方面 并没有带来特别大的优势 然后呢 从笔形上 来把它跟笑领对比一下 他的这个笔卧这边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就是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我真是个傻憨憨啊 我光开了台灯 没开大灯 导致这个光线有点问题 哎天呐 今天怎么了 傻了吗 呃 白金这款有一个什么地方 让我比较满意的是 就是他灌了这个水之后 并没有说特别 特别严重的出现那种 就是就是比方说 像这这边 他有墨那个 出来之后 会糊在一起这种情况 然后这个因为 他也是灌的墨囊嘛 这个之前也是 我给我一个 很长时间没用的一个笔 然后也是刚插进去的墨囊 笑脸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这个 这个部分啊 就是我个人讲 是这个部分 让我有点难受 我总想把它弄干净 但是你 你老也弄不干净 那白金这款 因为他是怼进去的嘛 所以说就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 呃 这个该糊的 还是一样会糊的 然后从这个 笔的这个 这个 就是笔物的这个 形状来看的话呢 其实 看大家喜欢谁了呗 各有所长吧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白金的吧 可能一会他新鲜 所以说看上去就 就 嗯 笑脸像已经跟了我很久了 但是我今天有新欢 所以说就 我之前说他俩 之前说他俩是各有所长 是因为他俩在书写感受上 是比较 还算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找点什么玩意垫一下 怎么能直接在这上写吧 拿什么玩意垫 那样 好吧 他这两款比在书写感受上来讲呢 我感觉这个 嗯 白金这个小流星 它是 跟白金正常的这个画风 感觉不是很一样 就是 比较滑 因为 我的 那个时候 PPQ200 还是好早好早好早以前买的了 然后那个尖 已经让我 蹂躏的不像个样子 所以说也没办法 记得当时 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 一个手感 白金呢 他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笔尖还是粗 跟 之前的PPQ200 也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会比较偏粗一点 然后这款的笔尖 写上去会非常的滑 这款笔尖写上去非常滑 然后 你感觉好像是比较软糯 但其实 你不能说是软糯 就是因为滑的关系吧 实际上这个笔尖 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 这个 笔尖的变化 所以说 下水比较充沛 然后 字迹会稍微粗 那么一丢丢 感觉会比较适合素季 但是 因为它会偏粗 可能对一些细尖的 就一些喜欢超细尖的人 就不是那么友好 然后相对百乐来说呢 百乐的笑脸就是细嘛 然后 但是呢 百乐的笑脸的这个尖 没有没有这个小流星那么滑 尖还是相对来说就是 比较刮直一点 但是 百乐的尖就是 当你轻重的时候 是画 就是 看上去比较明显的 字迹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百乐的这个笑脸上面 是有字符标的 但是 白金没有 我忘了 这个网上到底是有没有 好像我买的时候 并没有选择这个 这个 这个 笔尖粗细的 难道说它没有 没有笔尖粗细的选项吗 诶 你看 刻来刻去的话 它这个地方也是会有 墨水的 它还是会有墨水 进到 就是这个位置 天哪 我觉得我今天这视频拍出来 是不是黑乎乎的 我不知道是我刚才 是 把笔尖的时候 导致的这个情况 还是说 正常使用情况下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因为如果你 扣到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是挺 挺让人不爽的 总的来说呢 就是这个样子啦 这个两个各有所长 你要是说从 因为小流星毕竟出得晚了 它又比较好看 那么 它从价位上啊 从颜值上啊 来讲 肯定是小流星会比较 越胜一筹 那 但是 笑脸掌 掌握着一个 一个 一个 很决定性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细 它比白金要细 虽然它 就是 百乐的 像是百乐贵妃啊 之类的 都会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它的尖会比较 比较戳脂 因为细嘛 压强大嘛 会比较戳脂 但是呢 它细啊 这个就是 一些细尖空爱好者 没有办法去 去舍弃它的一点嘛 那对于那种 如果说你需要在 VIX那种格子里面 写下很多字 的情况来说呢 可能还是得选择 笑脸 当然在价位上来讲 还是 这个小流星会比较便宜 那小流星呢 也比较适合素季吧 它就是 嗯 出墨会比较 比较顺 然后出墨会比较 就是写起来比较滑 然后笔尖的这个 这个装置呢 就会让它墨水干的时间 会就是 很长时间 墨水也不会干在里边 再就是颜值高 颜值高 价格便宜 但是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的笔尖并没有笑脸 那么细 这就是 见仁见智吧 看你们怎么选择了 然后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好 把这几只 全部都看一下 一套这个颜色 放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 这个透明 真的是 我本来以为 透明会比较好看一点 但实际上 到手之后 发现透明一点都不好看 还是彩色的好看 推荐大家